大家好啊,跟大伙扯一扯,终于不聊王志安了,是吧,咱今天聊一聊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人许思多,当然我也批评过他,就为什么批评呢,就是动不动就急了,是吧,就急了,东北话叫急了啊,这个不知道哪根弦被人捅了啊,他就当场痛骂粉丝,人家支持你多多少少给留一面,是吧,但是人家许思多的风趣幽默,现在在整个 这个YouTube上,在整个简体字,这个中文简体圈里,无人能望其向背啊,无人能半起左右,是吧,一军突起,虽然他的这个关注度啊,follow的人数不太多,几万,但是啊,我觉得喜欢许思多的人都是忠实粉丝啊,嗯,许思多发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词,有的词我也在用啊,比如说什么三右,是吧, 比如说什么走线阿迪利,是吧,这这种词,呃,什么,还有什么,七字真言的护照,是吧,这这些,我有时候也在用,为什么,呃,我觉得他创造出来这些词,比喻出来这些词,很贴切,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是吧,当然,呃,这个许思多,这个做节目,他肯定有很多糟粕的东西, 你把那个糟粕的东西啊,比如说骂他街,是吧,动不动就跟人急啊,这个,你把它抛开啊,你把更糟粕的东西,你学习下来啊,无论他支持谁,反对谁啊,其实,呃,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你在互联网上除去反共,知共,是吧,知黑,知白啊,无论是干什么, 你总要有一个,啊,每周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博主,是吧,你想学习,有各式各样的老师可以教育你,你想这个堕落啊,有各式各样的频道引领你堕落,是吧,当然,呃,还有这种,呃,这个风格迥异的人,呃,给你每周带来一个快乐,用他的话说,是吧,这个,发了一个礼拜电了,是吧,干了一礼拜活了,看看他节目, 确实能解发,我觉得挺好,另外还,这个,喜欢他的一点还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太太啊,也是一个满族人,我,我太太也是满族人,是吧,这个,好像都是正白旗的人,我觉得这个也,也挺好啊,而且,他那儿子,确实是可爱,确实是,这个,想过去亲一口,掐一个嘴巴子,是吧,掐一小屁股,确实是可爱,不聊这么多,他这个人了,啊,喜欢他的人,自然喜欢,不喜欢他的人,啊,肯定, 就觉得他低俗,是吧,恶俗,啊,反三俗,是吧,他最近写一个东西,我觉得挺好啊,是配合他节目里做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甭管是走线来的,还是说去美国的,去欧洲的,是吧,有很多人,好像是觉得海外自由民主,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案例,让这些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海外,并不是我们,啊,三优子,是吧, 就是我们华人,我们汉族,想象当中的那么好,那么的自由,啊,人家是在框架下,你这个,他,咱话不多说,念他这个推文,啊,他说,一,举例,王基贤内心,无比支持乌克兰, 却被乌克兰政府送进监狱,折磨,是吧,释放后,从此回归人类,不再当套娃,醒了,啊,这个,我,我在这儿说一句,啊,虽然拿王基贤举例,但是王基贤没醒,啊,王基贤说话劲劲的,反讽似的,是吧,这个,大棉裤,棉裤腰的嘴,是吧, 还没醒,啊,他只不过是现在稍微收缠一下,他这个性格,他做人的,那个,尺度,啊,他做人的,那个,形成的,那个,人格,啊,早早晚晚,他还是会胡说八道,是吧, 二,丁尼多,啊,刷屏唾弃,共和欧暴政,赞赏美国人伟大,但被美国人亲,亲手送进监狱,蹲冤狱,喊冤没人理,但估计醒了,这个,所谓丁尼多,我确实从许,许斯多的嘴里,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人,他们说有什么电子宠物,啊,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电子宠物, 我知道有几个人,被归为电子宠物,是吧,但是电子宠物,这个词,缘何而来,我确实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呃,这丁尼多,呀,是吧,呃,我觉得是这样,我是通过这,他们做节目,我才知道,啊,丁尼多,啊,原来是个海员,还是什么,是吧, 完了之后呢,这个,继续斯多说,说丁尼多说,在国内的哪个地儿,啊,去了之后,都有一个惨痛挨打的,那么一个经历,啊, 呃,我就说一个人,如果到中国,或者到其他地儿,每一个地方,全都挨打,全都挨揍,是吧,全都给这个大逼走,啊,那就证明你这个人有问题,坏人遍地都是,啊,你不惹他是吧,这坏人也不会平原屋,平白屋过,啪一嘴巴呢,你为什么今天没戴帽子,是吧,这也不会直接上,啊,大多数不会这样,有个别案例,我觉得丁尼多可能在行为做事上, 可能是,啊,有的时候让人看不起,或者是有的时候招了别人了,是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流行的这个, 那时候叫什么,那个大,白的那个围巾,啊,好像是穷摇距离,是吧,我们学校就有一哥们,是吧,让他妈给织了一大,大白的长围脖, 我估计在脖子上,估计得绕二十圈都有富裕,是吧,这哥们在外边散去,啊,穿一军的衣,是吧, 骑一个二八大杠,啊,弄一大微波,去散,那这嘴里叼一小烟,啊,那这个,你让那些所谓在门口地皮流氓也好,啊, 赌这个学生的那帮小混混也好,是吧,那肯定看不过,那你说他天天能不挨打吗,是吧, 我估计丁一多就属于这种招欠的人,啊,但是丁一多,啊,挺冤是在哪儿,好像听他们说是丁一多, 这个,这两天给判了,啊,这个,叫什么,开车呀,开出租啊,这好像是跟一个,甭管谁勾,勾的谁吧, 这个,好像是,甭管谁勾的谁,啊,最终被法院判了,对别人有性侵了,是吧,就这么一个事,啊, 完了他,三,啊,某老板给十八楼捐钱,啊,嗯,银行账户上亿资产被冻结醒了, 这我不知道提的是谁,啊,持枪挺锅当套娃赛亚人后,被组织抛弃, 网名改成持枪反国,现在收钱了,真醒了,这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某人人生颠覆成为郭总统,左膀右臂与郭总统一起抽雪茄, 最后,总统派蚂蚁堵他家,与蚂蚁一起在地上打滚,啊, 我估计这个可能是说的,叫什么, 盲流子,是吧,那盲流子,那孙子确实他妈该打,啊, 郭总统手底下有几个猛将,是吧, 呃,打架会打架的,不这个,搁一边, 但是,啊,这个收拾盲流子是肯定没问题, 我是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半年一年呢,啊, 呃,想看看打架的内容, 我就把这个所谓盲流子挨打这件事,啊, 这个视频,我就翻出来看一看,解气, 为什么解气,这盲流子太能吹牛逼了,是吧, 你他妈混成什么样, 你都他妈开,他给人当教练去了, 开出租去了,就收着点,啊, 是在这个网络上,你有一人设,是吧, 你是一个黑社会的人设, 你是一个七个不服,八个不愤, 天天宰齐一个杀八个的主,是吧, 但是,可难是,啊, 在有些状况下, 该收敛就收敛,弹钢琴挺好, 你没事晒晒钢琴,是吧, 晒晒你高雅的这个欣赏水平, 非得闹腾,是吧, 你跟这个郭文贵闹, 跟我们七哥闹,是吧, 这个咱就不说了, 你说你跟什么支持七哥的, 反对七哥的, 这个互联网上什么东北这个, 东北那个的人,是吧, 这个你都闹腾,啊, 你就觉得你是这世界上最牛逼的人, 没人管得了你了, 结果你让人打完以后, 原形毕露了吧, 就你这点水平, 连个手里都还不了, 给我乐坏了, 关键还有人在底下捧他,是吧, 他是好像打完以后, 呃,没几天要出来直播, 吊,吊一个跟那个, 跟那个友谊动画片, 叫什么, 一个老鼠, 什么一只耳,是吧, 出来以后, 这个还在那坐, 还有的人打赏, 完了之后有人说, 吵, 忙流子, 这个忙爹牛逼, 是吧, 打的时候我们护着头, 一看我们忙哥就会打架, 哇操的, 这中国人, 这三柚子呀, 用许四多的这个名词来说, 这三柚子要捧一人, 哇操, 能把他捧到天上去, 是吧, 但是你捧到天上去, 你该接的时候, 他掉下来的时候, 你该接的时候得接, 你底下得铺垫子, 铺纸盒子, 完了之后, 他让人打了以后, 没有一个人出去, 而且要找那人替这忙哥, 是三哥呀, 是忙哥, 替他报仇的, 没有一个是吧, 还在底下这个拱的伙儿, 吹牛逼呢, 还给他这个, 这个把他捧成神的, 就这种傻逼, 在网络上有的是特别特别多, 是吧, 白, 白纸小将, 白纸小将在国内没想自杀, 到新西兰被问, 这我不知道是谁, 阿地利走线, 到美国获得地解令, 在美国历经磨难, 发现一些中美天下乌鸦一般黑, 搭上帐篷过日子, 醒了, 是吧, 这个所谓的电子宠物, 王伟恒啊, 最近找不着了, 天歌, 我觉得天歌还是挺好的, 是吧, 你啊, 就是我劝天歌是什么呢, 就是你反共也好, 你骂骂共产党, 骂骂中国不平的社会, 骂骂习近平,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干活, 是吧, 你要有一态度, 你干活, 你要这个, 这个认真真的, 持久的是吧, 别今天,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就让这开了名, 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那个原因, 是吧, 这, 这都不好, 另外呢, 怎么说就是, 你写那字, 我想到哪, 说哪啊, 通过许多这个小推文, 就是你写那字啊, 确实是太烂了, 我劝天歌, 您没事啊, 这个, 重新您描描红, 我估计您可能都没描过红, 可能都没正式写过帖, 是吧, 描描红, 这个不要, 不要这个有意, 认为自己会写毛笔字了, 会拿笔了, 会悬空了, 是吧, 手里可以握一个鸽子蛋了, 您就认为您写的字可以往外散了, 可以卖了, 这个可不成, 是吧, 好好的再学习学习, 才好像跟许多一样, 这个天歌, 八零后, 是吧, 你看人许多人家, 是吧, 媳妇也挺漂亮, 是吧, 人家把丈母娘啊, 是这个自己的妈妈, 也都接到美国来, 人家自己这个养了两个儿子, 是吧, 这也让我很羡慕, 现在我是来不及了, 是吧, 我有一个这个闺女就不错, 我认为这样就老天爷对咱不保, 像这天歌, 你学学什么, 你小丽来与不来, 你不得为小丽来做准备吗, 好好工作, 是吧, 其他的闲的蛋的, 少扯, 没他妈什么用, 很多这个, 走线来, 或者是其他移民方式, 来到美国, 来到西方世界, 来到欧盟, 来到澳大利亚, 来到日本, 来到韩国, 来到台湾, 甭管是去到哪吧, 总觉得是什么呢, 总觉得我不反共, 这个不行不成, 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做, 你跟我似的, 别跟我似的, 没事, 没事干, 是吧, 你要是这个, 还需要再努力, 你就好好再努力, 另外呢, 并不是, 咱拿美国举例子, 是吧,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关心政治, 我认为关心政治最多的就是中国人, 是吧, 就是中国台湾人, 或者就是台湾国人, 中华民国的人, 是吧, 你看其他的种群, 很少关心政治,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说这个, 我突然想到,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加拿大这儿, 有一个国民的咖啡品牌, 叫Tim Hortons, 是吧, 这个去年, 还是前年, 还是大前年, 他那个, 这个一次性杯子, 那个盖儿, 好像是改了包装了, 是改了什么设计了, 是吧, 结果, 结果, 非常非常著名的, 全界一个星, 我们加拿大一小孩, 现在可能也三十了, 这个Justin Bieber, 是吧, 哎, 就发什么Instagram, 发Facebook, 发推特, 就说了, 你们他妈的这个Tim Hortons, 为什么把这个盖儿, 重新改这个设计, 有他妈什么用, 还不如原来好呢, 原来我直接一只手, 是吧, 我拿舌头就能把这个, 把这个喝咖啡这个口就能顶开, 现在我还得用手, 就这么一个事, 是吧, 在加拿大引起了轩然的, 不叫轩然大波吧, 引起了国民讨论, 谁关心, 到底中共这个恶魔, 对中国人到底是怎么迫害, 除去政客, 除去各党派之间的角力, 除去这个, 除去那个, 实际上, 这些人跟人家中国玩的好着呢, 是吧, 今天你这个把球打过来, 明天我把球打过去, 突然之间, 这球在空中停了一下, 大伙兴奋了, 哇操, 这个拜登, 川普, 是吧, 这个秃道, 这个, 包括什么, 这个, 这个日本的, 安田文雄, 是吧, 尹锡悦要跟中国干了, 这个印度的, 迪哥, 是吧, 要跟中国干了, 要干死, 实际上, 这只是这个球, 在空中, 多停留了四分之一秒, 别把这件事当事, 如果你是反共, 没问题, 是吧, 这个, 你拿反共当事业, 我支持你, 我对你这个, 非常非常的钦佩, 如果你不是真反共, 或者是你为了某种利益, 为了某种目的而反共, 是吧, 你就别跟着下他妈掺和, 是吧, 你把你自己生活过好, 你把你自己的未来过好, 自己有一笨头, 没有必要, 没有人, 实际上政客之间, 都他妈一个操心, 是吧, 你说川普跟拜登, 有他妈什么区别, 我现在就在这做一mark, 是吧, 川普当选, 我想象大概率他, 这个今年明年他会当选, 是吧, 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如果川普当选, 这全世界乱, 比现在此时此刻还得乱十倍, 不信咱们就, 不信咱们就看着, 是吧, 这个大伙都支持川普, 认为美国现在什么, 这个黑名贵啊, 什么零元购啊, 什么这个汽油价格啊, 什么通货膨胀啊, 什么房价啊, 什么这老百姓的工资啊, 是吧, 认为这都是拜登干的, 啊, 你们想象一下, 川普的那个时候, 是吧, 油价是因为全球有这么一个事件, 伊朗啊, 这个沙特, 尤其沙特在跟这个美国对着干, 所以他把油价弄得很低, 这咱们不聊啊, 可能是这样, 可能不是这样, 咱们不聊这个, 就是川普在, 他在任的时候, 是不是也, 美国包括世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是吧, 虽然没打仗, 那不是川普一个人的功劳, 是吧, 川普虽然是三军总司令, 那他妈也怂着呢, 四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是三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都他妈开到这个黄海去了, 是吧, 开到渤海湾附近去了, 面对金森帕的挑衅, 结果俩人, 新加坡握手言和俩人, 他们砍大天去了, 没有一个政客不是为了自己, 或者是为了他的所谓政绩, 包括共产党, 包括共和党, 民主党, 包括我们加拿大的保守党, 自由党, 是吧, 甭管是什么党, 他都是为了一个名声, 为了一个政绩, 你说这个国家出现这样, 或者那样的, 这个老百姓口诛笔伐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党, 或者是因为这个领袖出的问题, 有他的问题, 肯定有, 是吧, 他有一些政策, 比如我们这儿, 这一招难民, 招他们那么多人, 是吧, 包括我们媳妇, 他们这个政府, 给, 居然把办公室腾给难民, 当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 这个当住宿, 是吧, 他们得搬家, 完了之后, 基本上都在家办公, 哇塞, 你说, 有没有这个这类的问题, 他肯定也有, 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问题, 都是他们造成的, 换上一个人, 中国人的思维, 是吧, 这个今天, 如果这个皇帝没当好, 那期盼着有另外一个英雄皇帝出现, 今天李自成, 明天陈胜吴广, 后天毛泽东, 结果他们再出现以后, 结果这帮人一想, 还他妈不如原来那皇帝, 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这个许斯多可以关注一下, 确实讲的特别风趣幽默, 好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